我们就会是通过网络 微信发布相关的宣传 就告诉居民怎样预防 尽量地让他们在家里不要出来 然后我们会每天电话随法 随时关注他的身体的状况 您今天还需要买什么东西吗 还要买什么东西吗 好的 好的 好 这边会接到居民的各种各样的求助电话 针对居民有一些固滑老人 或者是在居家隔离的这些发热病人的话 我们会为他们提供带买菜的一个服务 一直在这里先走 别的去 别的去 网络员一对一地去联系 他们有什么需要 我们都给他尽量地去联系 那个超市的人买到 然后送到他家门口 还有一些居民有些特殊的要求 我们相当于也充当了一个医疗心理医生 把那个东西挂在这边门口了 你好 社区了送菜了帮你放在门口了 对对对你这边到我们找人出来拿 好了好了 先把菜放他们的发热病人或者是游室人员的门口 也尽量避免和他们的直接接触 靠这种方法来保护好自己 说实话大家都是普通人 谁不会担心谁不会快胖的 但是我们还是会尽量地保护自己 你们也看到了我穿的是雨衣是吧 戴的是那个眼镜 然后头上包的是那个一次性的浴帽 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保护自己 这边耳朵已经跃到了 然后就是像这样子 这样子约如果待一天的话 他就就会自己崩掉 然后耳朵已经后面像耳朵割掉了一样 然后我耳朵这还做了手术的前部 我特别疼待一天 妈妈特别支持我 爸爸有点不理解 但是他也也说了 如果有需要他还是支持我去做的 我的孩子整天整天都见不到我 其实我孩子也很关心我 他说妈妈你这个书记 当的可真是太难太难了 其实作为在基层工作的书记 我们不在乎什么表扬 也不在乎什么先进 我们只希望我们的这个城市 快点好起来 希望我们的每个居民都是健康的